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明星新公开代言热度榜,诚意断层第一,谈见次最厉害的热巴友排面。 最新一轮明星艺人品牌代言声量排名已揭晓,让我们跟随的视角。 一读哪些艺人携新商务代言闪耀榜单? 排名第七的是高清晨,他刚参加了披荆斩棘的节目。 紧接着就与密斯廷品牌合作了新的商业项目。 天气炎热,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哦! 位于第六位的是田加瑞,他成功获得了美之原品牌的代言, 将与真果汁和清爽气泡水一起,为大家带来美味体验。 弟弟,赶快加入团队,一起展开新项目吧! 位居第五的谭见次,成为了Murat Mu,拉德亚太区的品牌代言人。 大哥的商务合作档次越来越高了, 炭火粉丝们是否已经给予支持呢? 第四位置的谭老师与帕拉丁的合作,其默契程度无需多言。 双方的品牌理念高度契合,他成功摘取了帕拉丁全球品牌代言人,这一至高荣誉。 位居第三的是迪利热巴,他成为了弱野品牌的代言人。 品牌方为他设定了好几个打卡地点,这样的待遇就是迪利热巴的牌面吧! 排在第二位的世卫大勋,他荣获了Tom Ford品牌亚太区乡分形象大使的荣誉。 位列榜首的是成毅,以2005137,691的舆论声量远远领先。 他成功赢得了福尔加的全球品牌代言。 今年,成毅在商务代言上可谓收获颇丰。 你们心仪的明星艺人是否又新增了商业合作?